在本届本届车展上上级大通带来了其下一款重磅传统 大家7 TSEV 也就是差不多的版本 目前大家7的一个纯电版是有五款车型在售 售价是219,800到304,800 这五款车型只有一种动力可以选择 但是提供了两个续航的版本 分别是527公里的续航版本和605公里的续航版本 这次 TSEV 版本的加入 可以说是进一步丰富了整个大家7的一个产品系列 同时也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大家7 PHEV的整个的设计 尤其是它前脸的造型 其实和纯电版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前脸的设计依旧采用了平直的几何切割造型 这也是现阶段比较主流的MPV车头的设计风格 由于是混动版车型 所以前脸没有完全的封闭 上下隔身的层次感比较突出 OK来到了大家7 PHEV的侧面 它的车长是4907毫米 轴距是2975毫米 这个尺寸很标准 而且它的侧面没有采用很复杂的一个线条 并且你看它采用了隐藏式的车门把手 隐藏式车门把手对于一台MPV而言并不多见 它在提升了美观度的同时 一定效果的降低了风阻的系数 此外它采用了一个悬浮式的车顶设计 上眼由前至后 到后尾会有一个向下延展的这么一个感觉 这样的话增加了整个车色看上去的一个流线性 OK来到了车尾 整体的这个造型还是有一定的特点 首先它的立体感很强 尤其是这个尾灯 同样采用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与前灯组进行了呼应 而且尾灯还进行了一定的熏黑处理 看上去更加运动 OK来到了大家其PHEV的车内 内饰采用了这个极简的设计风格 并且这个三连屏是我视觉的中心点 所有物理按键基本上全部都被取消了 都集成在了屏幕里面 怎么说呢 有好也有弊吧 好呢是整个车内的看上去比较简洁 一呢就是可能这种屏幕上的操作啊 在行车的过程中没有物理按键丰富 但是这也是一个主流的趋势吧 还有呢一个小小的有意思点呢 就是它采用这种流媒体的两侧的外后视镜 你可能需要一定时间去适应 但是由于在这个下雨天 以及这些恶劣的天气下啊 这种后视镜呢会比传统的那个镜面后视镜呢 要清晰一些 所以这是一个优势 而且啊这台车还配备了这个GBL的音响啊 等等等等 可以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试听体验 OK接下来呢还是那个重点啊 就是大家期的PHEV的这套超混系统 它呢是搭载了这个ACIS智慧全场景的超混系统 这套智能混动系统啊 它呢是由一台蓝芯第三代的1.5T混动专用发动机 加上专用的DHD的变动箱 再加上一个高密度电池 三部分组合而成 这台1.5T混动专用发动机最大输入功率呢 是110千瓦 峰值扭矩呢是235牛米 驱动电机呢 它的最大输入功率呢是176千瓦 峰值扭矩呢是490牛米 而且啊它还采用了PE加P3电机的一个构型 这么说吧 它可以在串联并联的动力分流的情况下呢 进一步的减少动力的损耗 而且啊PE同轴的这个结构呢 还可以减少一级的传动 提高传动的效率的同时呢 让NVH也会更加好一些 大家其PHEV啊是配备了一个24.7度电的一个电池组 它呢最大的一个纯电续航呢 可以达到140公里 然而啊如果选用那个39.7的这个电池组呢 它的最大纯电续航啊 可以提升到230公里 而且啊它的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327公里 非常非常长 怎么样这样的它你动心了吗